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我们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 Kramer V的指标的问题 我们看看这个题目 Kramer V指标 这是中央财经的考题 我们看看内容 那内容说 这个表 它所显示的是什么呢 这个7的一个颜色 在他们的所贩售的这个7里面来说 它所表现的它的光泽 像红色的是低光泽的 有20个 那中光泽的10个 高光泽的是40 那么绿色的是这样子 Blue是这样子的 它要我们去寻找这个 叫做Kramer V的一个指标 看看这个的颜色 以及它的这个growth 它的这个光泽性的 的关联性到底有多强 那么怎么做呢 一样的 这个题目就是用卡方检定来做检定 那么我们做法还是一样 怎么做 先把这个先全部加起来 20加10加40 这边是70 这边是 加起来是 105 纵指的这个地方来说 这边是刚好140 横的这边 加起来 40 30 20 所以是90 这边是45 这三个加起来100 180 好 总共是多少 总共315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这些 总和的部分了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把它的期望值列出来 期望值怎么算 我们就这样算了 就开始算 就是70乘以90 除以315 就是这个预期应该要的数字 这个我们算一下 计算一下是20 来这个呢 这个是105 搭配90 315 这个我们算一下 我们发现是多少呢 30 这个 140乘上90 除以315 这个我们预期是多少 期望值是40 就依照这个方法这样算 那一样的 70乘上45 除以315 这个我们算出来是多少 刚好是10 这边是105乘45 我们这算出来是15 这边是140 140乘上45 除以315 我们的预期是多少 是20 这边也刚好是20 我们发现 哎 竟然都一样 一样也没关系 我们照做就对了 70乘上180 除以315 这边算出来是40 那这边预期就是40 这边是105 乘上180 除以315 这个算出来是60 这边就60 这边是140乘上180 除以315 那同学可以乘一下 书书看 算出来是刚好是80 好 这样子算出好了以后 那么我们现在要算的是什么呢 卡方值 KiSquare的值 我们发现 这个两个相减 的平方 再除以20 再加上 我们发现 发现什么 发现 都一模一样 那就是0了 既然KiSquare是0 那么KramerV的这个指标 是怎么定义的呢 它定义的时候是 KiSquare 这边是N乘上K减1 那我们看看 KiSquare值 这边都不用算了 这个地方的N是多少 这边的N 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 这N是315 那这个K减1 是多少呢 这K减1 这边是因为是3乘3 所以 其实就一样 那就是2 因为两者一样 所以两者较小 还是一样是3 3减1是2 但是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上面是 KiSquare值是0 所以 这个V指标 的值是0 0代表什么意义呢 代表的是 这个颜色 跟它的光泽 光泽的高低 跟它的颜色 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这边是3193